拒絕謝悠遊 拒絕謝悠遊 民進黨市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指出包括 東岸微風商場、電動機車專案辦公室、楊寶貞政策大使等 六個標案都與謝國良和家族關係企業有關 謝國良市長與謝悠遊集團之間 他就是標準的瓜田籬下 我說他這個赤裸裸 他很直白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在瓜田那裡 就是在底下整官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議會裡面質疑這些問題的時候 多半的時候 市議會裡面的局署首長不是知屋不親 要不然就是拖延不給 謝國良市長上任之後 諸多的標案都透過所謂的限制性招標 政治是最有力標的一個形式 標給自己有關係店的人 身為一個市長 本來就應該要該有迴避的部分 他就應該要自行的去處理 但是沒想到的是說 這麼多的一個標案內容 跟謝國良市長都有直接 或間接的關係 甚至是在這個深陷政治風暴的過程當中 他依然雇我 還可以運用基隆市的資源 來做成政治談判 政治合作的一個籌碼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標案 都可能涉及到所謂的謝猶猶 更不要講 我們在去年 飛揮底紮的標案 莫名其妙的多給了十幾倍的這樣的一個金額 讓我們基隆市民白白多花錢 這些東西謝國良 他有跟我們說清楚講明白嗎 針對民進黨團召開記者會指控 市任府發言人呂慶偉強調 民進黨團前一天才說 黨團沒有介入罷免案 但是隔一天 居然據名的文宣都出來了 證明就是介入選舉投票的最佳案例 記者黃少民進行報導